这酒是你离开以后 我特意为你酿制的 今日总算能与你共饮 就算分别至今 我依然惦记着 当年我们在风花楼 把酒吟唱的美好时光 如果我们俩 从此天涯永隔呢 我也一直会等着你的 就算等成了一把枯骨 等成了水云伺候的一块荒种 即便到了奈何桥 我也绝不会喝下梦破堂 我要生生世世等着你 念着你 小康 你这又何苦呢 你对我自己打算 我实在承受不起 你对我的深情啊 怎么 此时此刻 我还不能成为你的唯一吗 难道 你还惦记着你的妻子 我不想骗你 小康 在我生命中的每一个女人 不管是你 风花 阿兴 红棉 还有宝宝 在我心中 都有一个无可取代的位置 我对你 罢了 我知道你是一个不一样的男人 如果我不让萧枫去杀你 恐怕今生今世 我都无法再见到你 就当作是我命苦 所欲非良人 今晚 就让我们俩 一罪解千仇吧 端狼 为何你对每个女人都这么多情 虽然明知道你就是这种男人 可是眼看着你与人条件 我还是心如刀割 端狼 你生命中的每个女人 都有不可取代的位置 那你究竟把我情婚棉放在哪里 肉麻当有趣 恶心死了 端玉 你也像爹这么多情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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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记得这段舞吗 怎么会不记得 这是我第一次在风花楼见到你的时候 你跳给我看的 那你知道 我为什么要去风花楼 为什么 在我十四岁那年 因为家里穷 我就进城到了一个大户人家 给他家小姐做丫鬟 他家里请人教他弹琴跳舞 我便在暗处偷偷地学会了 小康 天字聪明 善音律歌舞 学这些东西 自然是很快的了 你错了 我根本不喜欢弹琴跳舞 我是恨那个贱人 长相平平 却因为自己有个有钱的爹 便在我面前神气威风 直手画脚 于是 我在夜里拼命地练 拼命地练 我就是要做得比那个贱人好 小康你生性好强 什么事都难不到你的 这些 我都可以下功夫做到 可是那个贱人身上穿的漂亮花衣裳 我却无法拥有 我每天都在想 什么时候 我才能穿上比他漂亮的衣裳 也在他面前神气威风一次 小康 你长得这么俊俏 穿什么还不都是一样美丽吗 你出生在帝王之家 你出生在帝王之家 当然不了解我们穷人的心思 后来 我把宫钱攒了起来 终于有一天我攒够了 正当我拿着钱 要去买花衣裳的时候 被我爹喊住 他说 我娘生病了 要有钱才能看得起病 我就只好把钱给他了 那时他还答应我 过年时卖了牲口 给我买件漂亮的衣裳 我就只能答应他了 那那后来 你爹骗了你吗 我爹倒是没有骗我 可是到了年底 一个风雪之夜 一群野狼 把所有的牲口都叼走了 我爹便拿着猎叉冲上了山 后来呢 我坐在家门口 等啊 看啊 却看见我爹 一拳一拐地回来 原来他从山上滚了下来 当时我失望之际 我坐在雪地上拼命地对他喊 爹 你快去呀 把牲口抢回来 你快去 我要我的花衣裳 我要我的花衣裳 可你爹已经受了伤 你应该担心他才对 怎么可以逼他上山打狼呢 谁叫他答应给我买花衣裳的 我等了那么久 期盼了那么久 结果一切化为乌有 你知道我心里有多么伤心绝望吗 那年大年初一 我就只能又穿上满身是补丁的衣服 去服侍那个贱人 可是当那个贱人 穿着新衣裳 用鄙视的眼神看着我的时候 我就再也受不了了 我简直就要发狂了 我恨不得将他扒光 把他的衣服撕得粉碎 他毕竟是你的主人 你这么做 他的家人会原谅你吗 这个贱人凭什么当我的主人 他除了有个有钱的爹以外 他哪里比我强啊 不过 我审住了 我觉得毁了他身上的衣服 太便宜他了 当晚 趁他们熟睡 我偷偷拿着火把 一把火将他的衣服 全部都烧个金光 他的脸也被烧化了 我逃出屋外 看见他在火里惨叫 我心里别提有多痛快了 我不断地拍手 不断地大笑 就有意见 你不断地拍手 这些省力就在那里 你不断地拍手 你也不断地拍手 你什么 你不断地拍手 你也不断地拍手 我现在把你拍手 我还要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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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珠是为了我而死 只想到要报仇的我 与如此偏激的康米又有何意 叶已经胜了 白长老怎么会这个时候来 小康 怎么回事 怎么我的内力全是 难道小康在酒里下了毒 我 怎么 段郎 你罪到内力全无了吗 在你面前 我何须那条江湖的巴士 段正纯 你少给我打哈哈了 你是中了我的石箱迷魂伞 任凭你再厉害 也会失去全身的内力 小康 我们刚刚不是喝的同一壶酒吗 怎么 挖回中了毒 你却 帮我 因为这石箱迷魂伞 是我特意倒进你杯中的呀 段郎 你不会怪我吧 我 我怎么会怪你 你这样做 无非是想跟我在一起 天长地久 段正纯 你别做梦了 在我从风花楼上跳下来的那一刻起 那个康敏就已经死了 再活过来的我 早已经把心给了我的救命恩人 对你 我除了恨 还是恨 是 我恨她 我就是恨她 没想到她爱上了你的女儿阿珠 简直是笑话 想不到阿珠聪明反被聪明误 这一切的发展 又怎么能让我不把它 当成一场游戏呢 看看背叛我的人 又会是什么结果呢 段正纯 你还记不记得 曾经我们有个约定 怕日你若对我三心二意 背叛我 辜负我 我会怎么对你 我记得 你说 你会一刀 一刀 把我身上的肉 割下来 看来 你还记得很清楚 你还记得 你还记得 但是你还记得 我还记得 我不想 你还记得 马夫人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来得正好 快帮我杀了段正纯 康明 你 怎么 那天晚上你为了我 连你最敬重的马大元 你都杀了 这次再杀一个段正纯 又有什么差别呢 我不是存心要杀马大哥的 我是无心的 白长老 马大元不是你们的副帮主吗 你为什么要杀他 这还用说吗 当然是因为那个老家伙 撞进了我和白长老的好事 就算我们不杀他 我想他也没有脸再活下去了吗 原来马大哥 是马夫人与白长老所杀 白长老 我曾经暗示过你 你怎么还让自己泥足身险 还跟康明纠缠不清呢 是的 你真是太对不起马大哥了 谢谢大家